受多日大跌的影响,今日互生两市股指双双低胎,开盘后持续震荡走低,看底后市场进入反弹状态,互指跌幅不断收窄,创业班指成功翻红,两市各百块表现一届较为弱势,银行百块已是上涨,支撑指数反弹,互指下跌0.12%,报收2580点,生存指下跌0.32%, 报收7500点,创业板上涨0.17%,报收1264点,每股昨夜再次暴跌545点,大A股仅低开9个点,显示出个性了,但随后震荡下行,一度下跌近50点,互指最低下榻至2536点,11点开始起稳回升,一直反弹只收趟, 但上午最后30分钟的反弹还是太温和,要真正见地,还需要午后放两大洋上工,从美式银行,石油,大街间板块的表现看,这个可能性不小,到底大家都很难受,但无论多难受,只要是用自己的前炒股, 此时都不宜割肉立场,坚持下来,总有一天会起来,此时割肉,无异于自杀,暴力反弹之后都有暴力反弹,历时没有一次例外,这次也不会例外,至于何时暴力反弹,只有多一点耐心等待,相信暴力反弹只会迟到,不会缺席, 相信未来两年中,3000点肯定不是中国股市的顶部,那么,如今2500点是具有投资价值的,通常,跌得越狠的股票,自然反弹力度越大,如果你现在割肉立场,你参加了暴跌过程,而错过了暴力反弹过程,你可能从此被证券市场所淘汰, 我一向倡道,用自己的钱炒股,不借钱,跌得在狠,只要筹码不减少,市值总有一天会回来,又何去灾?毕竟A股与美股不是同一个市场,完全依据美股炒A股,毫无道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